一不要前往中楼 为者开除学籍 二入住宿舍第一天必须把资料录入电子系统 三楼道里的雨伞是免费的 但拿了必须使用并且不能毁坏 四晚上八点必须开始在宿舍里看电影 直到十点结束 五晚上十点整 必须把宿舍所有的灯打开 六晚上十点后宿舍内不能开风扇 如违反 该宿舍学生必须当一晚宿管 七只有宿管才有权查房 宿管有权使用宿舍楼内的物品 八当宿管的学生每晚至少查房三次 门排号不能重复 九宿管每次查房时 在里面逗留时间不能少于十分钟 十晚上十一点后不能在宿舍楼道内行走 保安除外 十一晚上十一点后宿舍不能有光 十二宿舍大门会在晚上十一点三十分前关闭 任何人不能进出 为者开除学籍 本以为我已经够灵异了 没想到居然还进了一所超级猛鬼学校 新学期开学 我被调到了大学城的新校区 按照指示 我来到了被分配的宿舍大楼 看着钥匙上的房号4444号 我不禁想起了我的一位世界好运 他说曾经在一所猛鬼学校就读过 还说与毛氏后人一起联手降魔扶摇 他问我信不信 我说信 因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正如我一样 可即便如此 我还是向往着美好的大学校园生活 然而当我刚踏进宿舍走廊时 外面轰隆一声巨响 天下忽然起了大雨 这时周围的灯开始闪烁 随之而来的是我的耳朵嗡嗡作响 这是有灵体出现的信号 我回头一看 果然 一道绿色的光在走廊的另一边快速闪过 是怨灵 但没想到的是 那东西的速度居然比我还快 他沿着宿舍外墙飞快地爬走 我急起直追 糟糕 那东西居然跑向了4444号宿舍的外墙里边 此时里头传来一声尖叫 啊 我连忙把门一开 只见一个女生瘫坐在地 满脸惊恐 佳佳 你没事吧 我连忙扶起她 她指着窗外哆嗦道 刚才 刚才好像有个影子从窗外爬过 我打开窗看了看 接着我岔开话题 问 佳佳 你不是说要晚两天才来报到吗 昨晚我还跟辅导员说了你的事呢 因为家里的事情办好了 所以就提前过来了 王佳佳似乎还是惊魂未定 说话都揭摆起来 当我要继续问时 门外有两个人进来了 你们好 我一看 原来是他们 长发杂变 英姿萨爽的是马思瑶 北方马家的传人 南猫北马中的马家说的就是他们 另一个金发蓝眼的混血儿是罗惠惠 他亮丽的外表 早已在学校享用盛名 而他还有另一个特别身份 女巫一族的后人 老天爷真会开玩笑 他们俩居然是我的新室友 你们好 我是邝素颜 当我向他们打招呼之际 马思瑶忽然上前 观望四周 眼神变得凌厉 我注意到 他脖子里带着那个牌子 只是在闪动着黑色和绿色的光 但很快便消失了 你们刚才是否看到不干净的东西 马思瑶问 我微微点头 把之前看到的绿色影子告诉了他 思瑶 绿色跟黑色分别代表什么 罗惠惠问 根据水龙的指示 绿色代表地绑怨灵 而黑色 马思瑶要继续往下说时 我们四人的手机同时收到了信息 宿舍规则 一不要前往中楼 为者开除学籍 二 入住宿舍时 必须先把资料录入电子系统 三楼道里的雨伞是免费的 但拿了必须使用 并且不能毁坏 四晚上八点 必须开始在宿舍里看电影 直到十点结束 五晚上十点整 必须把宿舍所有的灯打开 六晚上十点后 宿舍内不能开风扇 如违反 该宿舍学生必须当一晚宿管 七 只有宿管才有权查房 宿管有权使用宿舍楼内的物品 八 当宿管的学生 每晚至少查房三次 门排号不能重复 九宿管每次查房时 在里面逗留时间 不能少于十分钟 十晚上十一点后 不能在宿舍楼道内行走 保安除外 十一 晚上十一点后 宿舍不能有光 十二 宿舍大门会在晚上 十一点三十分前关闭 任何人不能进出 为者开除学籍 钟楼 这有钟楼吗 我一路走来 好像并未发现学校有钟楼 再看看其他的规则 不禁感到莫名其妙 马思瑶嘴角一撇 又是这些无聊的恶作剧 罗惠惠笑道 男生们就爱装神弄鬼来吓唬人 可是他们这回搞错对象了 恶作剧 我疑惑之际 王家家说道 其他规则或许是恶作剧 但录入资料到电子系统 这可是真的 我刚来时 门口的保安跟我说了 这是便于校方管理 我已经录过了 他指了纸墙上 挂着那个平板电脑 说的也是 进了新校园 当然得先报道 于是 我们三人便把自己的名字 录入了电子系统 或许是周车劳顿的缘故 随后我们四人 是相继上床休息了 暮色渐浓 残阳如血 一觉醒来 已到黄昏 因学校饭堂 明天才正式开放 这时罗惠惠提一点外卖吃 他还说他请客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 王家家第一个同意 我倒是无所谓 反正我吃不吃都一样 本来人家请客 我们去拿外卖那是很正常 但那个马思瑶 却以命令的语气 让我跟家家去拿 这确实让我有点不爽 不过 想想还是算了吧 马家的人脾气一向如此 于是我跟家家便出去取外卖 可刚下到宿舍楼入口处 我是停住了脚步 素颜 怎么了 王家家问 我打了个眼色 示意他往前面看去 此时在宿舍楼入口处 正站着一个人 只见他长发如墨 垂直腰间 脸色煞白如指 还布满了扭曲的皱纹 眼睛血红而空洞 身穿着一件破旧的黑色旗袍 更奇怪的是他的脚 居然是一对三寸金脸 而他旁边正摆放着一排油脂伞 你们是新生吧 外面要下雨了 拿一把雨伞吧 免费的 他声音傻眼低沉 把油脂伞递到了我们的面前 好的 谢谢 王家家想要伸手去接 我连忙拉住了他 说道 不用了 我们就出去拿个外卖而已 很快就回来 我也不等那女人回应 便拉着王家家头 转头就走 虽颜 你刚才不太礼貌吧 怎么说人家出于好心给我们伞的 王家家说 家家 难道你忘了之前听到的那些规则吗 其中有一条提到了雨伞 我说 王家家想了想 说 好像是有这么一条 但马思瑶都说那些规则只是恶作剧 不是吗 我 规则是否恶作剧我不知道 但刚才那人很奇怪 油脂伞现代人已经基本不用了 还有你没注意到 他的脚是一对三寸金脸吗 看那女的外貌最多只有四十多岁 但却留着一对三寸金脸 而且 而且我感觉到他有阴气 但我没敢说出来 听此 王家家是脸色发青 你的意思是 他可能不是人 我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但总感觉这新学校有些怪怪的 话说这外卖的效率简直神速 我们刚到校门时 外卖已经放在那里 但却不见外卖员的踪影 拿了外卖后 我们是打到回宿舍 在回去的路上 我隐约看见 在学校后山的方向 好像有一座类似钟楼的建筑 可是当我问一旁的王家家时 他却说什么都没看到 而且很快 天空更是下起了雨 周围烟雾四起 在钟楼也随之消失了 这雨怎么下得这么突然 我一路沉思着 不知不觉已经回到了宿舍大楼 可刚踏上楼梯 一股奇怪的味道扑鼻而来 随之是一阵奇怪的声音 啪哒啪哒啪哒 什么声音 我问 王家家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走过来 下一秒 只见两只手臂般粗大的蜥蜴 出现在楼梯的上方 他们吐着舌头 目光阴冷 似乎要向我们扑过来 啊 王家家是吓得大叫起来 感觉不对劲的我一下 挡在了他的身前 当我以为马上有一场恶战之际 忽然一声哨子声从远处响起 嗶嗶 哨子声一响 那两只蜥蜴是当场定住不动 疑惑之间 我背脊一凉 回头一看 顿时一惊 此时在我的身后竟然站着一个人 但我却丝毫察觉不到 那人一脸麻皮 双眼布满血丝 眼神阴冷 身穿一件蓝色的制服 更奇怪的是 他的皮肤虽然有黑暗淡 但却有些发光 就像涂了一层假状的东西 在外面一样 乍一看 有些让人毛骨悚然 同学们 入夜了 可不要到处乱跑呀 他嘴角微扬 你 你是宿管吗 我问 我负责这栋楼的安保工作 你们可以叫我李队长 至于这两只蜥蜴 你们不用怕 是我养的宠物 他笑道 队长 他的意思是 他是咱们宿舍楼的保安 你们刚才出去的时候 有看到那座钟楼吗 李队长问 王家家 我没有看到 可是素颜他 正当他要往下说的时候 我打断了他 同时我也紧张起来 因为此时 透过楼道封口 我看到对面宿舍楼的外墙上 排满了数十只蜥蜴 更恐怖的是 他们的目光 似乎在紧盯着我们 李队长 可是怎么了 我连忙摇头 可是我也没看到 外面又下起雨来 所以就赶紧跑回来 对了 我们还有事 李队长 咱们有空再聊吧 李队长 好 以后咱们有的机会聊 还有三天就正式开学了 宿舍这边会提前准备的 到时记得好好遵守宿舍规则 不然会被处罚的 我连回应都没有 一手拉着王家家迅速离去 或许他也感到了不对劲 全程没有讲话 直到我到了宿舍门口 我才敢回头望去 只见那两只蜥蜴 非但没离开 反而把头向着我们宿舍的方向 紧紧地盯着我 回到宿舍后 王家家把刚才我们遇到的怪事 说了出来 罗辉辉开始时半信半疑 后来他用塔罗排一侧 果然 排中显示 咱们学校不但有鬼魂 而且还一些比鬼魂 更高级的东西存在着 可马思瑶却一脸不屑地说 你们怕什么 有我马家在 什么妖魔鬼怪都要退避三分 是的 马家的威名确实威震阴阳两界 可是并非所有的妖魔鬼怪 他们都能收服 为了谨慎起见 我还是建议不要违反那些规则 一转眼 已经到了晚上八点了 这时我想起了宿舍规则里的第四条 晚上八点至十点 必须在宿舍里看电影 于是我打开手提电脑 随便选了一部电影观看 同时我也喊他们三位一起看 罗慧慧跟王家家很配合 但高冷的马思瑶却甩来一句 他没兴趣 没关系 规则上只说 必须在宿舍看电影 却没强调每个人都要看 所以我也不勉强他 然而到了十点零二分时 宿舍的灯却突然熄灭了 我回头一看 是马思瑶关的灯 糟糕 我二话不说 立即把刚关掉的灯打开 可下一秒 马思瑶问道 你干嘛 我 宿舍规则第五条 晚上十点整 必须把宿舍所有的灯打开 思瑶 第一天入住宿舍 我们还是谨慎些好 马思瑶轻蔑一笑 邝素颜 你别那么胆小行吗 都说了 这些所谓的规则 只是恶作剧 不要当真 再说了 有我马思瑶在此 我就不信那些妖魔鬼怪 敢来捣乱 说吧 他把灯关了 本来我不想跟他较劲 但实在看不惯他的语气 可当我想再次暗动开关时 有人却抢先了一步 他正是王家家 王家家嘴角一撇 什么男猫背马我不认识 但论财力 估计我王家应该没人不认识吧 就连这学校都是有我家的股份 奉劝有些人不要太自以为是 没想到 平常那项胆小的王家家 今日竟然像换了个人似的 是出乎我意料 但马思瑶没有回话 只见他手指微微一动 啪的一声 开关一动 等于是瞬间熄灭 怎么回事 是停电了吗 王家家是一脸疑惑 我清楚地看到 刚才一个小东西 是从马思瑶的指尖飞出 速度很快 常人的肉眼根本难以看清 趁着漆黑之际 马思瑶再次出手 嘘的一声 一颗小东西 向王家家那边直飞而去 他想教训一下王家家 我岂能容他这么做 我一个箭步上前 一手接住那东西 原来是一颗幸运星 难道马家的人 就只会按键商人 我呸 被我这么一骂 马思瑶火了 性晃的 你给我闭嘴 他一手向飞来两颗幸运星 既然想打我也不怕他 可正在此时 刷刷两声 只见一张扑克牌同煞时 将两颗幸运星击落 与此同时 另一张扑克牌 竟然打中了电灯开关 灯亮了 出手的人是罗慧慧 思瑶 算了吧 大家都是室友 以何为贵 给我个面子呗 最多明天我请你吃午餐呗 罗慧慧笑嘻嘻地看着马思瑶 俗话说得好 不打笑脸人 加上罗慧慧的娇滴滴的模样 换谁都生气不起来 果然 马思瑶瞪了我一眼后 便躺了下来 这时罗慧慧上前说道 素颜 你也让一步吧 那些规则可能真的是恶作剧 不信你看 他指了指天花板上的风扇 又指了指时钟上的时间 我一看便明白了 他想说什么 根据宿舍规则第六条 晚上十点后 宿舍内不能开风扇 如违反 该宿舍学生必须当一晚宿管 可现在已是晚上十点十二分了 风扇依然开着 但我们却安然无恙 对此我是无话可说 我知道这是罗慧慧给我台阶下 于是只好亲手去把灯给关了 刚一关灯 罗慧慧在我耳边细语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 接触思摇的幸运心 素颜你也挺厉害的嘛 希希 原来他刚才看到了 我那一系列的动作 看来4444号宿舍 可真是握火藏龙 但令我更忐忑不安的是 那些规则真的只是恶作剧吗 然而在第二天 宿舍楼里是一切正常 看来真是我多心了 本以为马思摇会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可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主动向我和王家家道了歉 虽然说话态度依然高冷 但他心肠似乎并不坏 在接下来的两天 我们宿舍的气氛变得融洽了许多 同时我们彼此间也加深了了解 原来马思摇带着的那个牌子里 居然养着一只小动物 尽管他说那是守护马家的水龙 但不管怎么看 那还是像一条小蚯蚓 他还每天定时定后 给那小蚯蚓喂奶茶和巧克力 细心呵护 跟初见时高冷的马思摇是判若两人 他还说只要有水 水龙的威力可是大的惊人 而罗惠惠更搞笑 他每天不是跟那些富塔罗牌和扑克牌聊天 就是给那一大堆布娃娃穿衣服 说那些都是他忠实的手下 更夸张的是 他还说自己快要练成什么事迹 封印大阵 到时什么妖魔鬼怪 都能将它们封印起来 虽然我知道他们女巫一族不简单 但看着眼前有些天马行空的罗惠惠 我也是哭笑不得 一明天就正式开学 今晚我们宿舍四人一早便上床 可是奇怪的是开始发生了 晚上八点整 我本来打算打开电脑 查看一下明天的课程表 可我手还没动 电脑竟然自行开启 随即是弹出一个从未见过的电影界面 一看 里头都是恐怖灵异类的电影 怎么会这样 电脑中毒了 疑惑之际 我不小心碰了一下鼠标 电影于是开始播放 一出场就是一段血淋淋的片段 声音还开得很大 顿时 我们宿舍四人都被吓了一跳 我吓得连忙动手去把它关掉 可奇怪的是 任凭我如何点击 这时的电脑屏幕都是毫无反应 电影依然继续播放 旷素颜 你整这么大声干嘛 马思摇问 我摇头 不是 这电脑 话音未落 忽然间啪了一声巨响 随着一阵嘈杂声 从我们宿舍的上方传来 宿舍规则第四条 晚上八点必须开始在宿舍里看电影 直到十点结束 你们没有准时看电影 就是违规 说话的是一个男生 我认得他是那个保安理队长 你干什么 你一个臭保安的 怎么能随便进女生宿舍 你给我们滚出去 一个女生说道 李队长 你们宿舍违反规则 我是奉命对你们做出处罚 你敢 告诉你 我爸可是当官的 你敢动我们一根毫毛 我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 然而那女生话还未说完 只听一阵嘶嘶声骤然响起 随即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尖叫声 啊 疯了 杀人啊 救命啊 我们四人于是立即冲到宿舍阳台处 往上看去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此时上方是鲜血飞溅 有一名女生更是往下伸出一只血淋淋的手 似乎想向我们求救 可她话还没说 一把电锯是顿时从她的后驳处骤然一砍 卡 那女生整个头颅竟被瞬间砍飞 鲜血直喷 啊 一旁的王家家灯时吓得大叫连连 快报警 我喊道 罗慧慧反应最快 她迅速拨打电话 怎么搞的 这个时候才来没信号 听到罗慧慧这么说 我跟马思瑶也连忙用自己的手机尝试拨打 起来我们的手机都没有信号 王家家 怎么办 那几个女生要死了 马思瑶 她一下子就冲到了宿舍门口处 可接下来的一幕是让众人大惊失色 门一开 一股热浪凸灭而来 只见这时宿舍门外的不是走廊 而是一片炽热的熔岩 因马思瑶跑得太急杀不住 整个人马上要飞出去 危急之际 我一手拉住了她 紧接着 我连忙把门关上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马思瑶是一脸茫然 我眉头紧促 如果我没猜错 是那些奇怪的规则开始生效了 难道那些规则不是恶作剧 这这 马思瑶还是难以置信 王佳佳 可不是明天才正式开学吗 怎么 我想了想 道 我想起了 那个李队长曾经说过 宿舍这边会提前准备 还让我们记得要遵守宿舍规则 原来是这个意思 不行 我马家咽不下这口气 我要收了他们 马思瑶道 我 可是现在咱们根本出不去呀 王佳佳 那该怎么办呀 我 我不想死在这 让我问问塔罗牌 罗惠惠拿出她的塔罗牌 开始占卜起来 片刻之后 她是脸色一沉 糟了 到底怎么了 惠惠 你倒是说呀 马思瑶问 罗惠惠 根据牌中显示 我们被困在了一个神秘空间里面 想要出去 必须从规则中着手 此话一出 马思瑶是气得直跺脚 我 事到如今再气也没有 为了活着 我们必须跟着规则走 然后再从长计议 我看看时间 这时已快接近九点了 于是我们四人只好按照规则 坐下来看他正在播放的电影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 我们是非常难熬 因为四面八方 不断传来淒厉的惨叫声 我们知道 有很多学生已经遭殃了 但是 这只是开始 晚上十点整 电影一播完 我们便立即将宿舍 所有的灯都打开 包括阳台灯和厕所灯 本以为只要照着座 就能万事大吉 但怪异的是开始发生 这时宿舍的灯光 先是莫名的变得越来越亮 宿舍里温度随之越发升高 不到十分钟 宿舍的温度 竟然高达38度 好热啊 怎么突然这么热啊 开风扇吧 王佳佳想去开风扇 却被我一手拦住 佳佳 不能开 宿舍规则第六条 晚上十点后 宿舍内不能开风扇 如违反 该宿舍学生 必须当一晚宿管 我说 王佳佳只好掉头 去到水喝 可是室内的温度 越来越高 饮水机里的水 也都快被喝完了 马思瑶尝打开水龙头 打算洗个脸凉快一下 可没想到 出来的水竟然是开水 当场把它烫得双手发红 此时 室内温度已经超过40度 不行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当宿管 就当宿管吧 王佳佳冲了上去 一下按动了风扇开关 这次我没有阻止他 因为我也快顶不住了 随着风扇一动 一阵凉风吹来 我们四人是顿时松了一口气 可是片刻之后 墙上那个平板骤然亮起 并发出广播 4444号宿舍的同学们 邝素颜 马思瑶 罗惠惠和王佳佳四个 今晚负责五号楼的宿管工作 如不执行 将被视为违规 事到如今 我们也只能照办 穿好衣服后 我们尝试打开宿舍房门 奇怪 刚才外面的容颜 居然消失不见 一切恢复正常 按照要求 我们来到了五号宿舍楼 进行检查 还没进去 我的两耳便嗡嗡作响 同时 马思瑶带着的水龙牌 发出绿色的光 马思瑶 姐妹们小心 这里头好像不对劲 果然 刚踏进去 昏黄的灯光照在 空荡荡的走廊上 头下长长的阴影 偶尔传来几声 还有第九条 宿管每次查房时 在里面逗留时间 不能少于十分钟 我说 听起来好像也不太难吧 我们随便进去检查一下 一丝一丝得了 罗会会说 王家家 会会说的对 我们在一楼选三间检查就好 不要跑太深入 他们是点头同意 我没说话 但我总觉得 这两条规则 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 我们从一楼的第一间宿舍开始 哥哥哥 敲了三下门后 很快里头便有人回话 谁呀 是一个女生 你好 我们来检查宿舍的 请开门 王家家说 你们是宿管吗 对方问 看来经过先前发生的事 同学们都变得很谨慎 毕竟 根据宿舍规则第七条 只有宿管才有权查房 王家家 是的 几秒后 咔嚓一声 门开了 随之一阵凉风从里头吹了出来 对此 我是有些疑惑 我们宿舍明明热得超过四十度 他们这里怎么会如此凉快 我本想喊他们先等一下 但王家家却拉着罗会会先进去了 没办法 我跟马思瑶也只好跟着进去 我迅速扫视了一番 里头同样是四人宿舍 其中三人躺在床上 刚才开门给我们的那女生 正站在窗前背对着我们 正当我想要说话之际 那名女生问道 宿管们 准备好 咱们就开始吧 话音刚落 那名女生把脸转了过来 我一看 不禁顿时一惊 她的脸上白如纸 且没有任何五官 姐妹们 爬 我打算开门 可当我的手一触摸到门的把手之际 蓄雨间 灯光全部熄灭 随即 一阵大风不知从何处吹来 把我们吹的眼睛都睁不开 当我们再次睁开双眼时 我们却身处在那宿舍的走廊处 王家家 刚才 刚才是怎么回事回事 我们不是应该在宿舍里面的吗 正当疑惑之际 我发现了不妥 我们宿舍楼走廊用的灯是必灯 但这里用点却是蜡烛 此外 只见四周的墙上 贴着一些陈旧的海报和广告 已经发黄褪色 这些海报上 映着各种奇怪的图案和文字 有些海报上的人物更是面容扭曲 让人不寒而栗 不对 这里不是咱们学校的宿舍 然而我话音刚落 前方突然想起一阵啪哒啪哒的声音 那些宿舍的门竟然在同一时间内全部打开 紧接着 随着一阵咔嚓咔嚓声响 一个个衣衫褴褛 头发凌乱的女鬼从宿舍里缓缓爬出 她们眼窝空洞 鲜血淋漓 嘴里还喊着 把我的眼睛还给我 我想起来了 这一幕跟我们先前在宿舍里 看的那部电影的情节是一模一样的 糟了 原来那几条宿舍规则是一个圈套 只要看哪部电影 我们当宿管的时候 就会陷入哪部电影的情节里面 怎么办 他们要过来了 王家家是一脸惊恐 你们后退 看我的 话音刚落 马思瑶咒语一念 双手一挥 只见众多闪烁着皇光的幸运星 煞食如子弹一般向前方直飞而去 劈劈啪啪啪的一阵声响 眨眼间 十多个女鬼都被击中 进而化成一团烟雾 那些被马思瑶打成烟雾的女鬼 竟然重新聚合成形 而且数量还比开始时增加了一倍 岂有此理 我就不信 我马思瑶收拾不了你们 马思瑶再一次发动攻击 但结果还是跟上次一样 女鬼的数量是越变越多 而且马上要冲过来 我喊道 别硬碰硬了 他们根本打不死 快跑 我们四人迅速往楼梯那边走去 可刚想下楼 这时下面有一大堆女鬼 正向我们这边爬来 我说 往上跑 根据宿舍规则第十条 宿管每次查房时 在里面逗留时间不能少于十分钟 只要我们能坚持十分钟 应该就能回到原来的宿舍楼 拖鱼无奈 我们只好沿着楼梯一直往上跑 但每上一层 随着那些宿舍门的打开 女鬼的数量就不断增多 而且楼梯如同没有尽头一样 也不知道这栋楼到底有多高 素颜 怎么办呀 我好害怕 王家家是满脸惊恐 罗卉卉 不行啊 现在才两分钟不到 再这样下去 没被鬼弄死我们四个别先累死呀 魔鬼会气喘吁吁的说 确实 这样下去对我们非常不利 此时的我努力的让自己冷静 因为只有冷静 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智商 片刻后 我灵光一闪 既然这些女鬼是电影里的角色 那么其他的情节和布局 应该也会跟电影一样的 姐妹们 我们上八楼 那里有逃生的工具 我说 于是 我们四人咬紧牙关 冲上了八楼 根据电影的情节 我记得在八楼右边的走廊尽头处 有一护栏 护栏外是另一栋宿舍楼 但两者之间的距离比较远 如要去到对面 则必须有一条梯子 而在八楼最左边的 镜头的杂物房里 正好有一条梯子 电影里的主角 就是靠他逃出生天的 我 姐妹们 我们先去那间房拿梯子 等一下 这时罗惠惠 从那副塔罗牌中 抽出其中一张 接着他快速跑到 右边走廊的镜头 然后将那张塔罗牌贴在墙上 惠惠 你这是 我问 罗惠惠往后再解释 反正有备无患 说吧 我们四人于是 往左边的走廊爬去 可当我们走到走廊中断时 两旁的宿舍门忽然全都打开 众多女鬼从前后两方蜂拥而出 糟了 过不去怎么办呀 王佳佳喊道 马思瑶 惠惠 我来开路 你负责殿后 素颜 佳佳你们跟紧我 马思瑶大喝一声 一马当先 他咒语一念 冲进那些女鬼当中 双手一张 一个旋转 众多幸运星形成一道金光 煞时将那群女鬼全部打散 另一头 后面的罗惠惠也不甘示弱 他从扑克牌里 抽出两张倦和两张Q 咒语念起 双手一挥 随着紫色的光芒闪动 只见那几张扑克牌中的图案人物 竟然从里头跳了出来 他们各持武器 威风凛凛 朝那些女鬼展开攻击 本来我还有些担心 但马家与女巫一族联手 实力是超乎我的想象 素颜 你们快去 马思瑶大喊道 根本杀不死 而且是越打越多 在右边的走廊处 女鬼已经排得密密码码 从走廊的最左边到最右边 距离起码近20米 如贸然冲过去 我是不会有什么事 但恐怕王家家是必死无疑 是我疏忽了 那电影中的其中一名女配角 是有瞬间转移的异能 所以男主角她们才能顺利带着梯子 去到走廊右边的尽头处 可是如今的我们 根本没有这种能力 但目前能逃生的方法只有这一个 正当我进退两难之际 前方有人大喝一声 素颜 佳佳 接着 随即有两张塔罗牌向我们飞来 我一手接住了 罗卉卉 你们拿好塔罗牌 虽然我不知道卉卉要做什么 但我相信她 罗卉卉单膝跪地 右手往下一按 嗯 我们手中的塔罗牌紫光一闪 轰的一声 续一间 我们竟然从原来走廊最左边的尽头 瞬间转移到罗卉卉的身边 是塔罗转移魔法 原来传说是真的 果然还不行 再来一次 站稳啊 话音刚落 罗卉卉这次出动双手 一起往地下一按 哄 这一次 我跟王佳佳 居然来到了走廊右边的尽头处 恰好避过了前方那一堆女鬼 我看了看墙上 贴着的那张塔罗牌 才恍然大悟 原来先前罗卉卉说的 有备无患是这个意思 确实有先见之明 素颜 你们先过去 卉卉喊道 那你们呢 我问 马思瑶 你不用担心我们 快去 是 他们两个都非常忍 我先得把王佳佳带过去 我立即动身 虽然两栋楼之间的距离 有五六米之远 但幸好梯子的长度 刚刚够得着 只要不要乱动 应该没问题 我先让王佳佳爬过去 可是素颜 我 我恐高的 我害怕王佳佳哆嗦到 我 佳佳 你只看前面 不要看下面 一直爬过去就行了 可是 佳佳 相信我 相信你自己 你一定可以的 在我的鼓励下 王佳佳是踏出了第一步 虽然他每一个动作都颤抖着 但总算是继续向前 只要让王佳佳过去 我们就能胜出这一局 然而正当他爬到梯子中断时 忽然后方传来一声尖叫 啊 回头一看 只见个性强悍的马思瑶 此时却瘫软在地 闭上双眼 浑身发抖 怎么回事 马思瑶怎么会这样 糟了 思瑶他有昆虫恐惧症 罗慧慧话音刚落 一群女鬼就向他涌来 昆虫恐惧症 我定睛一看 原来这时的女鬼们 正从口里吐出一大堆不知名的昆虫 数量众多 命迷马马 还向马思瑶爬去 不好 再不去就马思瑶 他是死定了 没办法 情急之下 我只能赌一把 我深吸一口气 双眼一动 运用我的能力 迅速向前方冲了过去 一眨眼的功夫 我是跑到了马思瑶身边 接着我一手抬起他 转身就跑 那些女鬼的动作不可能比我快 慧慧 给我手 我大喊一声 这时的罗慧慧也不顾三七二十一了 他左手一伸 我右手抓住 迅速将他也抬起 素颜 你的眼睛怎么 罗慧慧惊讶地看着我 别问 先逃出去再说 我拖着他们二人 往走廊右边直冲而去 但后面一大堆女鬼 还是死追不放 本以为王家家爬过去后 我们就能脱险 可不知怎滴 那条梯子忽然往后一滑 王家家连同梯子的前端 是一同往下坠 素颜 救我 糟糕 人命关天 这时容得我多想 我一个箭步上前 再次运用我的力量 一手抓住梯子后端 随即发力往上一拖 煞石将梯子和王家家 一同拖上了 六号楼护栏的边缘 过去 快 我大喝一声 王家家于是迅速爬了过去 紧接着 我让罗慧慧 背着还在颤抖中的 马思瑶背了过去 我留到最后 幸好 赶在那些女鬼 冲破塔罗牌阵法之前 我们四人已成功脱险 更庆幸的是 这时的马思瑶 还是惊魂未定 并未注意到我刚才的异样 但此时的罗慧慧 与王家家 却是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观察的这个宿舍 本来就是空无一人 一切都是规则 制造出来的陷阱 然而 根据宿舍规则第八条 当宿管的学生 每晚至少查房三次 门牌号不能重复 我们还得再查两次房 这时我看看时间 是晚上十点二十分 我们让马思瑶 歇息了一会儿 待他恢复正常状态后 我们便继续去查第二间房 既然是跟着电影情节走 又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就在接下来的两次 查房中我们四人 都是顺利过关 有惊无险 这时已经是 晚上的十点四十六分 根据宿舍规则第十条 晚上十一点后 不能在宿舍楼道内行走 保安除外 虽然目前时间还算充足 但为了不知外生之 我们还是早点回去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我们回到 四号宿舍楼入口时 那个保安里队长 已经守在那里 还对着我们阴冷一笑 同学们 距离十一点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估计你们都来不及 跑回去宿舍了吧 什么 还有一分钟 我抬头往墙上一看 只见那挂钟上的时钟 竟然显示 是晚上十点五十九分 但我再往自己的手表上一看 我的时间却是十点四十九分 两者整整相差十分钟 素颜 怎么会再这样 王家家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难道是我的手表时间慢了 还是 李队长 再想都没有用了 违反规则的人 都必须接受惩罚 话音刚落 那两只蜥蜴 就跳上他的肩膀 同时我感应到 四周有很多双眼睛 在注视着我们 刚才憋着一肚子气还没出呢 既然躲不过 那咱们就开打吧 这时马思瑶与罗惠惠都各自摆出工架 似乎准备要硬碰 不对 我的手表在出发之前 才跟电脑对过时间 应该不会错的 如此一来 那就是说眼前墙上的这个时钟 被人动过手脚 眼下只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跑回去宿舍根本来不及 如跟李队长硬碰 不但胜算不好说 说不准还会继续违反到 接下来的其他宿舍规则 到时我们只会更被动 究竟怎么破眼前的这个局 这时我脑子里快速回忆着 那些宿舍规则 还有三十秒 你们就等着成为我的食粮吧 李队长疯狂地笑着 马思瑶 惠惠 我们先发制人 罗惠惠 好 等一下 终于我找到了 规则里面能用的点子 我迅速上前 把挂在墙上的时钟 给取了下来 素颜 你这是要干嘛 咱们还是快跑吧 王家家喊道 都什么时候了还弄这个 马思瑶紧张地说道 就连一旁的罗惠惠也是一点疑惑 因为时间很紧 我没有回答 赶紧调降那时钟 孩子们 准备动手吧 李队长一声令下 果然 埋伏在周围的蜥蜴 开始慢慢爬出 他们吐着舌头 张牙舞爪 挡住了上楼的楼梯 马思瑶 惠惠 咱们上 马上要交锋之际 我大喊一声 把调好的时钟高举过头 好了 上面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49分 见此情景 李队长是哈哈大笑 哈哈 你这是干什么 你以为把时钟的时间调了 就没事了吗 你这是违反规则 违反规则的人必须接受惩罚 我嘴角一瞥 我才没有违反规则 根据宿舍规则第十条 只有宿管才有权查房 宿管有权使用宿舍楼内的物品 我们还没回到宿舍 那就意味着 现在我们还是宿管的身份 那么我们就有权使用宿舍楼内的物品 包括这个时钟 既然这个时钟走快了 我身为宿管 是绝对有权利和义务去把它调好 此外 宿舍规则里 并没有一条规则明确提到 宿管不能调动时钟 反而是你 未经我们宿管同意 竟然擅自调动时钟 现在十一点味道 甚至对我们动手 我看 要违反规则的人应该是你 此话一出 不仅那里队长是大吃一惊 连马斯瑶他们也是惊呆了 见此情景 我是打蛇随棍上 我对着那些围着我们蜥蜴喊话 你们这些低等生物听着 若不想被规则惩罚 就通通给本小姐我退下 滚 果然 这招奏效 一声令下 那些蜥蜴顿时四散而去 可恶 那里队长一脸深深不愤的样子 我瞪了他一眼 说道 姐妹们 咱们回宿舍 与李队长擦肩而过时 马斯瑶更是停了下来 他用灵力的眼神看着他 道 今晚算你走运 不然我一定打到你魂飞魄散 言毕 我们四人是上楼 回到宿舍关上门后 我是顿时松了一口气 素颜 可以吗 马斯瑶居然对着我笑了 罗惠惠 是啊 还好素颜脑筋灵活 以后你就是我们宿舍的军师了 不管怎么样 我都信你 他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似乎在说他不在乎我的身份来历 而这时的王佳佳或许是惊魂未定 他一言不发 一副心事重重样子 佳佳 你怎么了 王佳佳还没回话 宿舍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咯咯咯咯咯咯咯 查房 开门 什么 查房 可是我们刚刚才与李队长交锋 他不可能马上折返的 更何况他不是宿管 我们四人不仅是互相对望起来 满脸疑惑 而门外的声音喊声却变得更大 查房 快点开门 一看 只见一把油脂伞出现出行眼前 在油脂伞之下 是那个身穿黑色旗袍 三寸金脸的女人 而更恐怖的是 此刻的她是双脚离地 漂浮于空中 忽然 她的油脂伞一动 那布满皱纹 血红的双眼紧紧地盯着我 我被她突如其来的一下 吓得急忙把头往里一缩 素颜 门外的是谁 王佳佳紧张地问 我 是 是那晚那个三寸金脸 一听 王佳佳顿时脸色发青 你们再不开门接受检查 就是违反规则 违反规则的人必须接受惩罚 那女人喊道 一旁的马思瑶与罗惠惠也意识到不对 他们连忙站了起来 准备迎战 素颜 咱们 还是开门吧 不然会被惩罚的 我不想死 王佳佳哆嗦道 开门 开门 那女人开始踢门 这时宿舍三人都把目光投向我 我不能急 越是危急关头 越要保持冷静 我脑子里快速地过了一遍宿舍规则 果然 我发现了漏洞 根据宿舍规则第七条 只有宿管才有权查房 宿管有权使用宿舍楼内的物品 你根本不是宿管 所以你没权利查房 你要是应来 就是违反规则 到时候万劫不复的就是你 可此话一出 宿舍的其他三人不约而同地看着我 似乎没想到我会如此硬气 此时宿舍里外顿时是变得寂静 他走了 罗惠惠问 于是我慢慢把头往外伸出去看 可接下来的一幕却是让我汗毛倒数 但见在雨伞之下 那女人的头颅竟然不翼而飞 只剩下一个躯体在空中漂浮着 但下一秒 王佳佳发出一声尖叫 啊 他指着宿舍内窗户的方向 双目圆睁 我一看 顿时一惊 那个女人的头颅竟然漂浮在宿舍的窗外 而此时的窗户还是开着的 我要你们死无全尸 他似乎要强行冲进来 放肆 给我滚 马思瑶右手一弹 一粒幸运星子弹一般飞了出去 煞时击中那女人的头颅 随着一声惨叫 把窗户锁上 总算暂时击退了那个女鬼 大家也顿时松了一口气 可是片刻之后 我的神经再次绷进 因为我的手表在震动 这是我之前调教的 快到晚上11点 它就会提前两分钟以震动通知 根据宿舍规则第11和12条 晚上11点后宿舍必须打开窗户 晚上11点后宿舍不能有光 我一边让最近窗户的罗惠惠去打开窗户 另一头我连忙把宿舍的灯全部关掉 本以为一切能顺利 可这时罗惠惠却说道 这窗怎么开不了呀 什么 我们三人连忙上前帮忙 但无论我们怎么拉 那窗户却是纹丝不动 我一看 原来窗户的那个开关被卡死了 怎么会这样 今天白天的时候还好好的 难道是刚才那个女鬼弄坏的 现在怎么办 开不了窗户 我们就会被判定违反规则的 王家家急得手忙脚乱 糟了 马上要到11点了 该如何是好 你们让开 话音刚落 马思瑶抬起椅子 朝窗户猛然砸去 宽朗 窗户的整块玻璃是顿时被砸破 我们三人都惊呆了 虽然马思瑶形势有些鲁莽 但关键时刻还是很当机立断的 这一点我挺佩服他 为免节外生枝 我们四人索性连早都不洗 直接上床休息 王家家说他很害怕 于是我让他跟我一起睡 本以为今晚事情会到此为止 可片刻之后 一阵怪声响起 什么声音 罗惠会先说话 我仔细一听 是一阵咔嚓咔嚓的声音 就像一些铁棍在敲打着什么东西一样 声音是从那宿舍的外墙那边传来的 怎么会这样 不 不可能的 这是马思瑶说话了 思瑶 怎么回事 我连忙问道 马思瑶 我的水龙牌居然 居然变了深蓝色 什么 深蓝色 你看清楚了吗 罗惠会惊呼道 深蓝色代表什么 我问 别说话 千万别动 一直强悍的马思瑶 此时竟然也这么说 我便知道外面那东西并非寻常之物 果然 随着怪声越来越近 我的感应也越来越厉害 除了耳鸣外 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几秒后 我终于看清楚 那东西的卢山真面目 它体型巨大 身体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绒毛 八只粗长而尖锐的脚 双眼闪着红光 嘴巴开合之际露出锋利的牙齿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它的背上长得好多个人头 而那些人头的五官 都充斥着痛苦的表情 它是一只蜘蛛腰 而且腰力似乎非常强悍 啊 啊 或许是太害怕 往家家发出一声惊呼 我连忙捂住它的嘴巴 可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这一声惊呼 是引起了那蜘蛛腰的注意 这时它在我们宿舍的窗外 停住了脚步 随着那道红光再次闪起 它透过那被打破的玻璃窗 慢慢地爬了进去 且在我们宿舍内四处张望 似乎在寻找着猎物 见此情景 我是恍然大悟 原来宿舍规则要求我们 必须打开窗户 目的就是想让这只蜘蛛腰 来对我们这些学生下手 真是太阴险了 偶数 果然 这时轰的一声 电梯真的往上走了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已经脱险 根据规律 先前按了三下 电梯每下行三层 就会遇到鬼怪 而这次按了两下 应该是每上两层 也会遇到状况的 不出所料 当电梯回升到15楼时 状况来了 虽然这次电梯门没有打开 但却哗啦一声 这时的天花板不断地往下注水 一时间 我们宿舍四人是全被淋湿 而且水还在继续流着 混蛋 这到底要搞什么呀 马思瑶骂道 我一想 不禁心中一惊 不好 他们要淹死我们 我说 那现在该怎么办 我不会游泳呀 王佳佳喊道 我快按关门键 话音刚落 最近的罗惠惠 立即按动电梯的关门键 果然 水停了 电梯继续往上行 我明白了 刚才每三层开一次门 然后我们必须关门电梯才会停止 虽然现在电梯门没开 但却有水放出 这意味着 只是换了一种开启方式而已 按动关门键依然能关停 于是 我们按照这个方法 让电梯一直往上走 可是我们又遇到了更棘手的问题 电梯是两层两层地上 但那些水的流量却非常大 没一会儿 水已经淹到我们的脖子处了 素颜 我感觉呼吸很困难 王佳佳紧紧地抓着我 现在该怎么办 我的塔罗牌对付不了水呀 罗惠惠说 马思瑶 要是我的水龙能出来就好了 可恶 这时我没说话 我深信越是危急 越是要保持冷静 从进入电梯那一刻起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跟数字有关 那么数字应该就是破局的关键 我脑子灵光一闪 我记起了这是五号电梯 但当时大门处也只有这一台电梯 既然如此 他为何要标记五号 难道这电梯的最终目的地是 教学楼的五楼 我抬头看着那电梯屏幕 这时已经上升到三楼 如我的推测是对的 我们只要避气 直到五楼处就能脱险 赌一把吧 于是我跟他们三人说出了我的推测 此时 谁也要淹没我们了 大家避气 我们四人一同闭起 接着不约而同的 把目光投射在屏幕上 一楼 一楼 三楼 五楼 一到五楼 我是马上按动开门键 火针 电梯停了 门开了 哗啦一声 顿时 我们四人连同那些水一起冲了出去 此时的我们大口大口呼吸着 然而当我们缓过气来后 发现眼前竟然又是一道大门 上面写着 B楼梯C绳索地竹蜻蜓帽子 看来我的推测没错 五号电梯最高只能到达五楼 如要继续往上 则必须改用其他途径 可是这样我们的时间 就会被扣掉五分钟 这摆明是设计好的障碍 我看看手表 现在已经是七点三十分了 再加五分钟 就是三十五分了 这意味着我必须在 极短时间内做出选择 可此时 王家家开口说道 素颜 我们走楼梯吧 其他的好像很危险 糟了 我还未回答 只听咔的一声 门打开了 随之出现的是一条楼梯 二号楼梯 这跟第一次选择时的情况一模一样 这下我懂了 只要有人说到 关于选择项的词语 系统就直接判定 此为我们的选择 佳佳 你能不能让素颜想好了再说啊 上次也是这样 马思瑶瞪了王家家一眼 我 对不起 王家家是一脸委屈 我 算了吧 既然已经选了 我们就硬着头皮上吧 不怕他 说吧 我们四人开始往上走 六楼 七楼 在这两层的途中 我们是安然无恙 这也在我意料之中 我 姐妹们 不能再往上了 然而我话刚说完 王家家却早早地踏出了几步 一阵咔嚓咔嚓的声响 眨眼间 前方的楼梯居然突然发生坍塌 家家 幸好 罗慧慧及时抓住了她的手 才不至于掉下去 可危机还未解除 这时 在楼梯的两旁 有数十只鲜血淋漓的手 从黑暗里头伸出来 一下将罗慧慧给抓走 并将她拉进墙里 正当我也想上前营救时 几双鬼手从地面伸出 将我牢牢抓住 可恶 慧慧 马思瑶急忙上前 要向那些鬼手踢去 可下一秒 一阵呜呜呜的声响传来 一大团不知名的飞虫 此时上方飞了过来 密密麻麻 极为恶心 马思瑶一看 顿时是吓得脸色发青 不好了 她有昆虫恐惧症 可即便如此 马思瑶还是紧紧抓住 罗慧慧的手不放 而罗慧慧则是死死抓住 坠在半空的王家家 这时 罗慧慧再次召唤 那张意识神魂牌 这次的牌却没反应 因为守护次数在电梯那里 已经用完了 罗慧慧他们 马上就要被那些鬼手 给拉进墙里去 情况非常危急 此时我灵光一闪 既然两层楼梯已经过了 按理说 我们是能继续选择 余下的两种途径 继续往上走的 于是我大声喊道 我选择绳索 这招果然有效 话音落下 那些鬼手渐渐消失 随之 有两条绳索从上方掉了下来 马思瑶他们也得救了 虽然我们暂时安全了 时间已是7点50分 姐妹们 再拖下去不是办法 我们上吧 马思瑶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横竖是死 再搏一搏吧 但绳索只有两条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分工合作 两人一组 两个人先爬 另外两个 则负责抓紧绳索 以防不测 出乎意料的是 我们成功爬到了九楼时 居然没任何事情发生 可恶 我们被他套路了 我气愤的说道 什么套路 马思瑶问 哦 前面的电梯跟楼梯都有障碍 那么我们就会认为 接下来都会遇到障碍 因此耽误了五分钟时间 他跟我们玩了一个心理战 混蛋 有种跟节 我真刀真枪干一场 整天是玩音的 真TM狡猾 马思瑶死得狠狠地堕了一脚 罗惠惠 先别说了 咱们赶紧吧 时间不多了 于是我选择了最后的途径 竹蜻蜓帽子 时间又被扣掉了五分钟 如此一来 我们剩下的时间只有五分钟了 同样 竹蜻蜓的帽子也只有两顶 这时我回想一下 教学楼规则的最后一条 教学楼一共有11层 前面所经历的五号电梯 二号楼梯 两条绳索 还有最后这两顶帽子 这些数字加起来 刚好等11 我总感觉 这些规则除了套路我们以外 还好像有时会在背后 给我们一些提示 不过现在也没时间 在思考太多了 刚才在绳索处用的战术 现在是行不通 因为先前的绳索上头 是固定不动的 但现在用的 却是竹蜻蜓帽子 并不能固定 这意味着 先上去的两人 很难将竹蜻蜓帽子 进行传递 要是强行往下扔 扔丢的可能性很大 如此一来 我们就会不能在 八点前到达教室 可即便如此 办法总比困难多 对此 我想了一个战术 就是二代一 因此人中 王家家胆子最小 也是最不稳定因素 于是我决定 先由我与马思遥 把他戴上去 我与马思遥 各自戴上竹蜻蜓帽子 我们凌空升起了 接着 我们二人分别 牵着王家家的左右手 正当我们带着 罗慧慧马上要飞到 十一楼的护栏之际 王家家忽然大喊一声 啊 不知怎的 此刻的他 就像被人从后拖起一样 突然从围栏处翻了出去 急速下坠 坏了 撕摇 带慧慧上去 我用尽全力 把罗慧慧往上一拖 然后转身 就去飞去救王家家 无论如何 我都要救他 因为他是我的姐妹 这时我把头上的 竹蜻蜓帽子给拿下了 这样下坠的速度就会更快 因为我知道 竹蜻蜓只有两个 也就是说 我必须在他坠落九楼之前 把他拉住 不然 我们就会功亏一篑 这时的王家家 双目远征地看着我 家家 抓紧我 话音刚落 我一手抓住了他 同时另一手迅速 把竹蜻蜓帽子戴上 幸好上天助我 在快要到九楼之前 我成功将他拉住了 可是只有一顶竹蜻蜓帽子 根本不够力 把两个人一起拉上去 千军一发之间 马思瑶飞回来了 苏妍 我来了 他一手抓着我 一手抓着王家家 接着上方的罗惠惠大喊一声 姐妹们 上呀 是的 我不是孤军作战 我身后还有姐妹们挺我 我们咬紧牙关往上升 终于 我们是成功到达了 教学楼的十一楼 但是 此时我们是一刻都不敢怠慢 连忙向教室的方向跑去 所幸 在八点前的两分钟 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然而这时除了一名黑衣男子外 整个教室空无一人 不知为何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正当我准备要说话之际 那名黑衣男子是嘴角一扬 你们四个挺厉害的嘛 居然能够来到这里 不过没用呀 其实你们根本没动过 所以一定会迟到的 听到这话 我眉头一皱 问道 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他冷笑一声 因为这里的一切只是一个梦境 你们也是时候醒来了 什么 梦境 随即 那黑衣男子打了一个响指 啪的一声 顿时 我们眼中出现一道白光 继而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到我再次睁开双眼时 我发现此刻的我们 竟然躺在了教学楼 那块告示牌的前面 而旁边的那盏闭灯已经熄灭 见此情景 我毛色顿开 原来我们先前是 被那盏闭灯给催眠了 所谓教学楼规则第二条 根据自身的课程表 选择前往教室的方式 如看不清楚 可打开大门旁的闭灯 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陷阱 只要一打开闭灯 就会被灯光所催眠 不好了 还有一分钟就到八点了 王家家大喊道 没办法 此时的我们只能竭尽全力冲上去 虽然这次上 教学楼的途中 并没有出现妖魔鬼怪 但我们还是迟到了 跟刚才在梦境里不同的是 这时在课室里 只做了不少学生 看来只要不打开那盏闭灯 就不会被催眠 但是到如今已经迟了 只见那黑衣男子 站在讲台上 对着我们冷笑道 你们迟到了 可恶 我是怒火中烧 而一旁边的马思瑶 与罗慧慧更是拳头紧握 似乎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 可下一秒 如迟到 完成一次随机大冒险可不当违规 二 所有人必须遵守课堂规则 三 上课期间可以用使用手机 四 被点名回答的人只有十秒的回答时间 若十秒内不作答 视为违反规则 五 若有人主动举手回答的 时间能有多加一分钟 六 回答问题时 其他人不能从旁提示 七 回答错误者必须接受惩罚 八 若回答者答错了 其他人有一次不答机会 但必须进行一次随机大冒险 九课堂没有时间限制 十连续答对十条问题者 能选择带走在场的人 但被带走的人不能超过三个字 看完后 在我们四人也是舒了一口气 虽然不知是什么大冒险 但起码比直接违规的好 黑衣男子 接下来就让系统帮你随机抽取大冒险吧 随着他右手一挥 讲台的屏幕上开始闪动数据 三 二 一 停 命令一下系统当即停止 可我们抬头一看 是当场愣着 因为上面写着这么一句话 从宿舍成员中选一个 然后从11楼直接跳下1楼 死一人 还想我们内讧 这招实在太阴险 素颜 这下可怎么办呀 我 我好害怕 王家家开始发抖 马思瑶与罗惠惠同时看着我 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 似乎还是决定与眼前这个男人拼死一战 看着他们 其实我内心是挺欣慰的 因为他们并没有要牺牲同伴的打算 不过我深知 在这个规则世界里 我们目前的胜算并不高 因此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冒这个险 你们先别急 我有办法 说完 我先用力地掐着自己的大腿 毫无痛感 果然 我们真的已经从刚才那个梦境中摆脱了出来 既然如此 我就不怕他 好 就让我来跳 我站了出来 素颜 你疯了吗 马思瑶道 素颜 这可不能胡来 罗惠惠也紧张起来 素颜 不要 不要 王家家一直摇头 你想好了 可不能反悔哦 黑衣男子笑道 绝对不反悔 话音刚落 我一个箭步冲了客室 接着是二话不说 从那十一楼的护栏处往下一跳 素颜 他们三个想拉我 但根本来不及 嘣的一声巨响 我直接坠落到一楼 这时 客室内所有人是大惊失色 素颜 素颜他 马思瑶双眼泛起了泪光 真好真刺激啊 既然已经接受了大冒险 那就允许你们继续上课吧 黑衣男子笑道 正当众人以为我已经跌死时 几分钟后 我又出现在客室的门外 喂 大冒险我已经坐了 我又回来了 话音刚落 我也不理那男子到底允许与否 我直接走进了客室 当然 马思瑶与王家家 看到我安然无恙时 大感震惊 素颜 你怎么会马思瑶惊呼道 我轻轻地擦去马思瑶眼角的泪珠 嘴角一扬 放心吧姐妹 我还死不了 一旁的罗惠惠是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他知道我为何没事 虽然那黑衣男子这时是深深不愤 但他也奈何不了我 毕竟我是按照规则办事 我是你们的老师 我叫王展强 现在开始上课 听到这里 我不禁眉头一皱 他为什么要自报名字 疑惑之际 他让我们所有学生都逐一自报名字 随后黑衣男子双手一拍 一阵狂风不知从何处骤然卷起 顿时 我们是赶到一阵天旋地转 但我们再次睁开双眼时是顿然一惊 此处温度极低 冰冷刺骨 四周是摆满了一个个透明的玻璃瓶子 而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那些瓶子里居然放着一个个泡的有些发胀的人头 在玻璃瓶的后面 更是一排排整齐的冷冻柜 这里似乎是一个解剖和尸体冷藏室 同学们 今日我们进行医学科的记忆测验 待会屏幕上会出现这些尸体的照片和对应的脚牌号码 你们要牢牢记住了 只有五分钟时间 说吧 此时在上空出现一连串的画面 这时众人不敢怠慢 纷纷拿出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信息进行拍摄 因为课堂规则中提到 上课期间可以使用手机 但我没有 为了安全起见 我用我特殊能力去记 毕竟这对于我来说是小菜一碟 五分钟到了 黑衣男子说道 同学们测验可要开始了 说吧 他右手一挥 屏幕中的画面顿时定住 郭家达 你来回答 黑衣男子点了一名男生的名字 只见这名男生急忙地翻查着手机 手颤抖不停 五 四 时间开始倒数 根据规则第三条 被点名回答的人只有十秒的回答时间 若十秒内不作答 实为违反规则 看来这又是一个陷阱 刚才屏幕出现的信息粗略估计起码超过五十个人 给学生用手机的目的就是 要让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手机上面 继而不用脑去寄 可在短短十秒内 能找出正确答案的概率并不高 果然 那名男生超时了 十秒内不作答 实为违反规则 违反规则的人必须接受惩罚 哈哈 话音刚落 黑衣男子右手一挥 顿时 前方的冷冻柜突然打开 随即 五具尸体从里头爬了出来 继而冲向那名男生 那男生是撒腿就跑 可还没走几步 他大喊一声 只见地上竟然伸出几双手 将他紧紧抓住 紧接着 那五具尸体将他抬起 高举过头 糟了 他们想 正当我与马思尧他们 想上前救人时 黑衣男子说道 我这是按规则办事 你们要是破坏 就是违反规则 话音刚落 我是一手拦住了马思尧他们 因为我察觉到 此时周围的那些玻璃瓶里的人头 全都睁开了眼 那些冷冻柜也在震动 要是我们一动手 肯定会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 所以 我别无选择 随着一声惨叫 最终我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那名男生的头颅 被他们硬生生地拧了下来 并放进了一个新的玻璃瓶里面 可恶 可恶 马思尧是气得双全紧握 即便众人是惊恐万分 但讲课还得继续 随着上方屏幕的定格 图片再次出现 而黑衣男子 则用他那阴冷的眼神 向在场的学生的扫尸 怎么办素颜 这样我们会很被动 一旁的罗慧会低声说道 我没有回答他 黑衣男子 你叫韩思雨对吧 是的 女生说 黑衣男子一笑 好 那你来回答吧 只见这女生早已打开手机中的图册 快速地对比翻阅着 他果然聪明 按照规则第四条 若有人主动举手回答的 时间能有多加一分钟 如果动作快 一分钟时间应该能找到正确答案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才过去十秒 黑衣男子便喊道 你超时了 超时不作答就是违规 此话一出 众人皆惊 我 我怎么超时了 不是有一分钟时间吗 女生反驳道 思雨 不要受她干扰 我已经找到了答案了 第32张照片 一旁的另一位女生说道 你叫李家卫吧 黑衣男子向那名女生问道 是又怎么样 我一听 糟了 他们上当了 黑衣男子说道 没错 根据规则第四条 有人主动举手回答的 时间能有多加一分钟 但这里的时间指的是课堂的时间 并非回答的时间 而且 刚才有人从旁提示了答案给你 这也违反了规则的第五条 所以你们两个都必须受到惩罚 哈哈哈哈 你这是强词夺理 我不服 绝对不服 那两名女生怒骂道 在这里轮不到你们说了算 动手 一声令下 这次不是那些无头尸体 从冷冻柜里冲出来 而是轰的一声巨响 在上方忽然坠落两个巨大的玻璃瓶 煞时将那两名女生罩着 接下来的一幕 简直是惨不忍睹 只见那玻璃瓶的上方 突然降下一个头盔般的东西 一下罩住了他们的头颅 随着那东西高速旋转起来 咔的一声 眨眼间 他们的头瞬间被取走 只剩下两具无头的尸体 在瓶中晃动着 鲜血直喷 最终 两名女生尸体 也被送进了冷冻柜里面 太 太残忍了 我不想我的头被扭断 这时一旁的王家家 以下的胆战心寒 这哪里是按规则办事 简直就是屠杀 罗会回到 马思瑶 我绝对不会坐以待毙 姐妹们 我们还是动手吧 他们同时望向了我 但此时的我没有回答 我闭上双眼 我在思考 我必须想出破局之策 好了 同学们 接下来咱们继续上课 随着黑衣男子一声令下 屏幕再次病革 刚才两名女生的惨死 这次是没有人再举手回答 既然没人主动回答 那我就点名了 黑衣男子双眼扫尸一轮 嘴角一撇 王家家 你来回答 一听这话 我睁开了双眼 既然如此 那咱们就先斗一局吧 复言 就我 王家家惊恐地看着我 我知道他一定是回答不了的 而眼前只有十秒 我得快速找出答案 一 二 三 四 五 答案我已经在脑海中找到 紧接着 我连忙离开座位 跑到距离王家家身后的机密以外 随即我大喊道 死者关一一 脚牌号码32067 王家家似乎还未反应过来 跟我我说 关一一 三万两千零六十七 我在喊道 王家家是连忙跟着说道 关一一 三万两千零六十七 我知道 接下来黑衣男子一定会说我违规 果然 他是哈哈大笑 哈哈你叫旷速言对吧 我摇头一笑 我偏不告诉你 我叫什么 你要是喜欢 也可以叫我姑奶奶 黑衣男子一听 勃然大怒 放肆 你违规了 回答问题时 其他人不能从旁提示 违规的人必须接受 然而 我没有让他继续往下说 规则第五条 虽然说回答问题时 其他人不能从旁提示 但我没有在王家家的旁边 我在他身后机密远 这根本不算从旁提示 所以我没有违规 我大声说道 岂有此理 还想狡辩 你必须接受惩罚 他双手一拍 似乎在下命令 这时 马思瑶与罗慧慧见状 是第一时间跳了出来 二人后在我身前 我看今天谁敢 都给我姐妹一根汗毛 马思瑶喊道 看着他们两个拼死护我 我心里真是感到安慰 我 思瑶 慧慧 不用担心 他们动不了我 果不其然 无论是那些无头尸体也好 还是从天而降的玻璃瓶也罢 此刻全都毫无动静 见此情景 黑衣男子更是怒火中烧 他对着空气大喊道 动手呀 我命令你们动手 我冷笑一声 你以为你是谁呀 他们只是听力于规则 而不是听你的 混蛋 可恶 黑衣男子是气得满脸通红 可他肯定不会就此放过我们 只见他右手一挥 屏幕中又定格了一张图片 他想顾忌重施 王家家 你来回答 但有了刚才的验证 我们根本不怕他 可没想到的是 当我要把答案告诉给王家网时 那个黑衣男子竟然启动音响播放音乐 而且还很大声 如此一来 我传递信息可能会受到干扰 王家家 邓锦铭 三万四千五百七十九 不好 号码错了 听词 黑衣男子奸笑道 回答错误 回答错误者必须接受惩罚 等一下 我连忙喊道 根据课堂规则第七条 若回答者答错了 其他人有一次补答机会 我替他补答 随即我把正确的答案说了一遍 黑衣男子嘴角一撇 答案是对了 可是你忘了 规则的第七条 还有后面一句话 若回答者答错了 其他人有一次补答机会 但必须进行一次随机大冒险 你以为你能逃得掉吗 哈哈 对此我当然知道 但为了救王家家 我是没得选 这时屏幕开始闪动 随后 大冒险的信息出来了 用匕首刺进自己 或者其中一位室友的腹部 二选一 这时 一个匕首是从天而降 恰好跌在我跟前 黑衣男子尖笑一声 正如你所说 这是规则制定 不是我定的 你选吧 要么你死 要么你的室友死 马思瑶喊道 素颜 你刺我 我不怕 罗卉卉 刺我吧 我替你挡这一刀 王家家看着我没有说话 他似乎在等我的决定 说实在的 这样的规则与大冒险 实在太狠毒了 无论怎么选 动手刺的人都会好很痛苦 可是 他偏偏遇到了我这个克星 我回头对马思瑶三人笑了笑 接着是二话不说 捡起匕首 直接往自己的腹部猛然刺去 吃的一声 锋利的刀锋 顿时刺了进去 素颜 马思瑶与罗卉卉 立即冲了过来 王家家是双目圆征 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活该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哈哈 黑衣男子疯狂笑着 这时我坐了下来 右手紧紧握着那匕首 素颜 你别动 千万别拔出来 但我没听她的 我想都没想 一手将那匕首给拔了出来 见此情景 他们大惊失色 马思瑶连忙上前 替我捂住伤口 可是他一按 就是发现 我的伤口居然没有一滴血流出来 同时 他脖子上的水龙排 当场变成了黑色 他抬头一看 此时我的双眼已经变成了绿色 素颜 你 马思瑶是满脸震惊 他终于知道了我的身份 罗惠惠连忙说道 思瑶 素颜不是坏人 他之前已经就过你一次了 我 关于我的事 咱们往后再说 目前先得对付眼前这个坏家伙 说吧 我再次站了起来 黑衣男子见此也是不敢相信 我 来吧 继续上课吧 经过先前的种种 这时的我已经想好了反击的对策 黑衣男子见我不死 我料定他一定不会就此罢休 果然 系统再次启动 测验继续 可这次我主动举手回答 反正那些图片和信息 我早已烂熟于心 一次 在规定时间内答对了 二次 答对了 三次 一口气下来 我连续答对了十次 正当的黑衣男子还想继续时 我连忙说道 我要启动规则的十条 他瞪了一眼 一脸不爽 根据规则第十条 连续答对十条问题者 能选择带走在场的人 但被带走的人 不能超过三个字 我看你带走几个 你放心 留下来的人 我一定会替你好好招呼他们的 特别是你宿舍的姐妹 哈哈哈哈 真服了这家伙 整天在哈哈大笑 不知道笑什么 不去演喜剧 真是浪费了他 这是我问道 老师 那你认为我应该带谁走比较好 听我这么一问 马思瑶他们不禁是一脸疑惑 黑衣男子满脸不屑 你爱带谁带谁 问我做什么 中了 他果然这样回答 于是我抓紧说道 好 我要带走的人叫学生们 在场的所有人 顿时是不约而同地看向了我 黑衣男子更是双目远征 不 不可以 你这个并不是名字 他喊道 我冷笑一声 规则第十条说的是 被带走的人不能超过三个字 但并未说这三个字 必须是某个人的名字 再说 学生们刚好是三个字 而且他们都是人 所以完全没违反规则 你 你这是强词夺理 是不是强词夺理轮不到你说了算 再说 我还未讲完呢 刚才我喊你老师 你硬了 因此你并不算学生 所以要留下来的人是你 根据规则第九条 课堂没有时间限制 可是既然没有学生可以提问 系统只能提问你了 你猜你能在十秒内 给出正确答案吗 黑衣男子一听为之一愣 黑衣男子 不 不可能 来人 给我抓住他们 可这时的系统毫无反应 我嘴角一翘 多行不易避自避 你那么喜欢砍人家的头 接下来就好好尝尝 自己的头被砍掉 到底是什么字位吧 混蛋 同学们 跟我走 我一声令下 所有学生是一起冲向教室大门 那个黑衣男子 也想跟着我们一起冲出去 可是他刚一靠近门口 就自动被弹了回去 我们则是安然无恙地走出了教室 最后也正如我所料 黑衣男子根本记不住那些信息 才一个回合 他的头颅就被拧了下来 放进了玻璃瓶里面 永远也出不来 自古以来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他有今日之事报应 可是离开了教学楼后 马思瑶一脸严肃地站到了我跟前 旷素颜 虽然你是救了我们 但有一件事 你必须老是回答我 他问 我微微点头 你是僵尸一族的后人 他接着问 是 事到如今 我不必再隐瞒 也隐瞒不了 这时 马思瑶紧握着他 带着的那个水龙牌 见此情景 罗慧慧急忙上前说道 思瑶 我知道你们马家世代 都以斩妖除魔为己任 可是素颜他是好僵尸 你不能收他 可他是靠吸血为生的 吸血就必须杀人 马思瑶看着我 我 没错 我是靠血来维持生命的 但是我吸的只是家禽的血 而且都是死的家禽 我从来没杀过一个人 更没有吸过人血 马思瑶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如你有半句假话 我绝对饶不了你 此时 王家家一下上前 挡在了我跟前 马思瑶 你要是想杀素颜 那就先杀了我 我也是 你也杀了我吧 罗慧慧也护着我 家家 慧慧 你们 见此情景 我内心感动不已 马思瑶看了我很久 最终他还是放开了 握着水龙牌的那只手 算了吧 你是绿眼僵尸 估计我也打不过 那就姑且放你一回呗 说吧 他向我露出了微笑 于是 我们来到了饭堂 这时我想起了 师姐好运 曾经提及 他们那所学校饭堂里 遇到的恐怖经历 为了安全起见 我提议不在里头用餐 而是直接打包 我们在两分钟之内 全部装好 然后迅速走出饭堂 至于吃什么 已经无所谓了 果然 这招帮我们躲过了一截 才离开饭堂不远 我们的手机便收到一堆规则 随着饭堂的门 更是自行关上 不过这些 已经跟我们毫无关系了 然而 当我们到了宿舍楼入口时 我是停住了脚步 因为我注意到 摆放在通道旁的那排油质伞 我想了想 伸手拿了一把 见此情景 王佳佳有些惊讶 素颜 你拿这伞做什么 他可是那个伞鬼的 我嘴角一扬 我当然知道 根据宿舍规则第三条 楼道里的雨伞是免费的 但拿的必须使用 并且不能毁坏 不过这里却没说 必须是当天使用 只要我不毁坏就行 而且到时候 我自有妙用 经历上午教学楼的几番恶战 午饭过后 我们四人在宿舍累的 直接睡着了 醒来时已接近晚上八点 为了不违规 我们立即打开电脑 看观看电影 虽然都是一些恐怖血腥的影片 但我们四人看得非常认真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有了昨晚的经验 我们不再害怕 但也不敢松懈 一直按照规则去办事 果然 接下来发生的事 跟昨晚所经历的几乎一样 而我们四人也是顺利过关 安然无恙 可即便如此 一晚下来 宿舍楼群一带惨叫不绝 我们深知 定是有不少的学生遭遇不测 难道我们真的 只能任由这些规则摆布吗 我好想回家 这时罗会会说道 马思瑶 就是 就这样一直躲着多窝囊呀 我不甘心 我宁愿跟他们拼了 就算死 也得轰轰烈烈 不能败坏我们马家的名声 虽然王家家没有说话 但我听到了他的抽叶声 其实我早已有了反击的打算 我话音刚落 他们三人不约而同的 从床上坐了起来 把目光投向了我 苏妍 你想到什么计策了吗 罗会会问 我 我有位师姐叫好运 她也曾经遇到过 像我们这样的诡异情况 但最终她 还是带着全宿舍的人成功逃脱 更重要的是 她只是普通人一个 那她当时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马思瑶问 她说 不要被那些规则给吓唬住 因为有规则 就一定会有漏洞 就像我们在宿舍楼 还有教学楼买至课堂里 遇到的那样 我们不就是靠着漏洞 才逃脱的吗 所以接下来我们必须 必须找出规则的漏洞 罗会会与马思瑶 是一口同声的说 而且我们比师姐 她们更有优势 我说 王家家 是的 思瑶是斩妖除魔的马家传人 慧会是精通魔法的女巫后裔 还有素颜你 更是有不死之身的僵尸 我想 如果没有我 你们应该能很容易冲出去 我只是你们的负累罢了 我 王家家 你在说什么鬼话呢 既然我们四个能认识 且同住在一个宿舍 这是多难得的缘分呀 所以在我心目中 当然 我们四个人一条心 罗会会 就是咱们四个人 一个都不能少 王家家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真心把我当姐妹 这时 王家家彻底哭了 正所谓欲速则不达 为防止规则有变 我建议在观察几天 把规则摸透了 再做下一步定夺 他们三人都同意了 幸好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们所经历的规则 同之前的是一模一样 而且在此期间 我还问罗会会 接了四个部娃娃 来进行一个实验 结果证明 我的方法是可行的 在摸透了规则后 我们是逢关过关 丝毫无损 终于 我们决定反击了 周日傍晚 我们宿舍召开了会议 我把所有的规则 都罗列出来 根据这一个星期来的摸索 我发现这些规则的制定 似乎来自不同方面的势力 当中有些规则表面上 似是警告 但实际上却是提示咱们 如何破局 以及给我们补救机会的 马思瑶 具体是哪些规则 我 宿舍楼的规则 一不要前往中楼 为者开除学籍 七 只有宿管才有权查房 宿管有权使用宿舍楼内的物品 十二 晚上十一点后 宿舍不能有光 十三 宿舍大门会在晚上十一点三十分前关闭 任何人不能进出 否则开除学籍 教学楼的规则 一早上八点前必须进入教室 四教学楼一共有十一层 课堂的规则 一早上八点前必须进入教室 如迟到 完成一次随机大冒险可不当违规 二 所有人必须遵守课堂规则 十日连续答对十条问题者 能选择带走在场的人 但被带走的人不能超过三个字 其中宿舍楼的规则七和十二 教学楼的规则一和四 以及课堂规则的一 二和十都层住我们成功脱险 余下的就只剩 罗惠惠只剩下宿舍楼的第一和最后一条 我微微点头 马思瑶 我觉得这两条规则很有问题 其他规则中都没有提及开除学籍一说 而且一旦犯规不是当场死掉 就是变成那些鬼怪的同伙 那开除学籍还有个屁用 这里应该是一种暗示 罗惠惠 就是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那钟楼到底在哪 我们去了那里要做些什么 才能离开这个空间 我沉思片刻 道钟楼我倒是曾经看见过 可好像只有我一个人看见 就连佳佳他都看不到 是吧 佳佳 一旁的王佳佳愣了一下 微微点头 我接着说 不过据我估计 离开这个空间的秘诀 应该是跟声音有关 声音 怎么说 马思瑶问 我 那天我见到钟楼的顶层 有一口大钟 而钟是用来敲的 此外 还记得第一天 我们在教学楼 被那避灯催眠的是吗 最后还是那个黑衣男子 打了一个响指 我们才从梦中醒过来 所以 马思瑶 所以终生能打破这个诡异的空间 罗惠惠 有道理 就像高频率的音波 能震碎玻璃杯一样 我微微点头 此外 如果没猜错 宿舍楼规则的最后一条 宿舍大门会在晚上11点30分前关闭 任何人不能进出 否则开除学籍 目的应该就是不想我们前往钟楼 马思瑶与罗惠惠连连点头 这时王家家说 可要是我们不顾规则前往钟楼 那岂不是会被规则惩罚 我 是的 要是我们违规了 就会有鬼怪回来对付我们 但你们猜会是哪些鬼怪 王家家 那个雨伞女鬼 罗惠惠 西翼保安 马思瑶 还有那只蜘蛛妖 我点头道 没错 因此我们要成功逃出去 必须解决这三个只怪物 宿言 你是否已经有了计策 罗惠惠问 我嘴角一扬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欲蚌相争鱼翁得利 随后 我把计策给他们说了一遍 他们三人一听 顿时是拍手称快 因为事关众人生死 必须准备充分 我决定把行动的时间定在后晚 夜幕降临 寂静阴森 一转眼 后晚终于到了 晚上八点 我们如常在宿舍观看着 那几套让人感到乏味的恐怖片 里面的情节 咱们已经能倒背如流了 这时的罗惠惠更搞笑 因八点后宿舍规则就会启动 此时宿舍门外的不是走廊 而是一片炽热的熔岩 为了不浪费这些熔岩 罗惠惠把中午在饭堂买的 一堆鸡翅插了出去 利用熔岩的热力 把它们烤熟 然后我们一边看电影 一边吃烤鸡翅 他还说只有吃饱了 才有力气拼死一战 就算死了 也不至于当一只恶鬼 哈哈 对此我是哭笑不得 晚上十点整 我们如常把宿舍内的所有灯都打开 待热到差不多了 再把风扇的开关打开 虽然有些繁琐 但还是得走完这个流程 因此时开风扇是不允许的 为了不被惩罚 我们必须当一晚宿管 这时墙上的平板电脑 再次想起我们四个的名字 还让我们负责五号楼的检查工作 好家伙 又是五号楼 就不能去其他楼的吗 真死板 不过也好 这样我们更有把握 于是我们带起装备 整装出发 这时是晚上的十点二十分 够远 我们等到十点三十分 准时踏入第一间宿舍 按照原定计划 和之前验证过的特殊方法 十分钟后 我们顺利完成第一间宿舍的检查 接着就是第二间 同样顺利 最后就是第三间 我们敲了几下门后 门开了 跟前面两间宿舍情况一样 我把四个写着我们四人名字的布娃娃 用四条绳子牵着 然后丢进了那间宿舍里面 根据宿舍规则 违规开风扇的学生 必须当一碗宿管 至少查房三次 门排号不能重复 而且 每次查房时 在里面逗留时间 不能少于十分钟 但是可没说 负责当宿管的一定要是真人 系统默认的 只是我们四人的名字 而我把我们四个的名字 贴在那些布娃娃身上 他们就代表我们 并不算违规 再者 布娃娃根本没意识 任凭电影里的恶鬼怎么弄 他们都不会有任何损伤 况且 这些布娃娃 还有更重要的用处 根据规则 宿管每次查房时 在里面逗留时间 不能少于十分钟 然而这次 在第九分钟时 我就打开那道宿舍门 令让罗卉卉用绳索 把那四个布娃娃给拉出来 根据宿舍规则第九条 宿管每次查房时 在里面逗留时间 不能少于十分钟 接下来的一幕 果然如我所料 此时那些恶鬼 从电影的那个世界里 跨越而出 透过那间宿舍的门 追了出来 这就是违反规则的惩罚 姐妹们 跑 我一声令下 我们四人带着布娃娃 迅速往前跑去 后面的恶鬼穷追不舍 刚下到一楼 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士 站在了不远的前方 他正是西医保安里队长 晚上十一点后 不能在宿舍楼道内行走 你们违规了 这次我看你们还能跑哪里去 他很有气势地喊道 是的 我们十点三十分 进行第一间宿舍检查 前面两间用了二十分钟 最后一间用了九分钟就出来 加上从走廊尾端 跑过来的一分钟 时间刚好到十一点 但这事还没到时候 我们四人立即拐弯 从五楼旁边的通道 我你多次 我们是成功地将他们引到了 咱们四号楼的四楼 我 惠惠 动手 话音刚落 罗惠惠把那四个布娃娃 身后贴着的几张强力交贴撕开 随即往身后的西医保安猛然一扔 音试出突然 那保安根本反应不及 那四个布娃娃成功粘贴在他身上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煞时紧追而来的电影恶鬼 向那保安蜂拥而上 他们指认违反规则的那四个布娃娃 而那些布娃娃如金在那保安身上 果真如我所想 双方是展开一场大战 虽然那些电影恶鬼数量多 但保安的西医兄弟们战斗力也不弱 几个回合下来 电影恶鬼便处于下风了 见此情景 我们当然不能闲找了 这时我拿出了一个星期前 在宿舍楼入口处拿回来的油纸伞 我趁着他们打得激烈之际 瞄准了那保安 然后一手扔了过去 有外物袭击 出于本能反应 当然是格挡 啪的一声 保安非常敏捷地 一下挡开了那把伞 可如此一来 油纸伞也被他打烂了 根据宿舍规则第三条 楼道里的雨伞是免费的 但拿了必须使用 并且不能毁坏 果不其然 随着一道红光闪出 那个身穿黑色旗袍 足下三寸精灵的伞鬼现身了 可是我把雨伞给了保安队长 那就是他的咯 他非但不感激 我还把雨伞给打烂了 这肯定算他违规的嘛 这时 只见那雨伞鬼目露凶光地 瞪着那保安 又是你这个臭男人 我一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凭什么这里的秩序归你管 今日你弄坏我的伞 就是违反规则 咱们的仗势都算清楚了 保安嘴角一撇 哼 你这个死妖婆 今日就让你知道 谁才是这里的老大 原来他们两个是早有过节的 那正合我意 还别说 虽然伞鬼是女流之辈 但实力却一点不弱 随着他手中雨伞一动 顿时化成几十个伞鬼 栩栩实实 真真假假 保安难以捉摸 再加上那些电影恶鬼 也一直对他死缠烂打 一时间保安限于苦战 我的反击计划 当然不止这些 好些还在后头呢 趁着他们斗得你死我活之时 我们四个迅速跑回了宿舍 一方面 罗慧会把之前封印着窗户的 塔罗牌阵法给解开 另一方面 我与王家家把宿舍所有灯关掉 最后 马斯瑶把一个超量的电筒打开 并站在了宿舍的门口处 十九八七 我们四个开始倒数着 二一 这时 只听咔嚓咔嚓的声音 从宿舍的外墙响起 那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眼前 蜘蛛妖来了 他背上的人头 比上一次我们见到的时候 要多了许多 看来定是残害了不少学生 斯瑶 动手 我一声令下 马斯瑶拿着手中的电筒 往那蜘蛛妖的双眼一照 吼 顿时 那怪物发出一声怒吼 进而向马斯瑶爬了过去 说是迟那是快 伸手敏捷的马斯瑶一个侧身 躲过了他的攻击 接着把手里的电筒 往前方一扔 恰好扔到了保安与伞鬼那边 见状 蜘蛛妖急忙向那边追去 那怪物果然中计 蜘蛛妖摆动他那肩长而锋利的脚 左右开弓 咔咔咔几声 简直如同斩瓜切菜一般 眨眼间 一堆电影恶鬼和吸引命丧他手 紧接着 蜘蛛妖又与保安和伞鬼正面干上 只见他身体一抖动 顿时 数十个人头从他背上飞了出来 向对手飞咬而去 与此同时 他本体也从墙边爬了上天花板 接着从上方向保安他们发动进攻 劈劈啪啪的一阵打斗声 三个大佬开始了殊死的搏斗 面对强大的蜘蛛妖 保安与伞鬼只好联手 开始时 他们还能抵挡一下 但蜘蛛妖的实力似乎远胜他们 七八个回合后 他们频频被击中 我看了看时间 已经到了11点25分了 根据宿舍规则最后一条 宿舍大门会在晚上11点30分前关闭 任何人不能进出 否则开除学籍 姐妹们 是时候动身了 我喊道 OK 说吧 我们迅速回到宿舍 把事先用衣服绑制而成的绳索拿了出来 因为我们的宿舍是走廊尽头的尾房 而走廊窗户外面就是水管 我们能以衣服绳索为固定 沿着水管爬到一楼 如此一来 就能顺利避开前方正在打斗的三只怪物 我让罗慧慧与王家家两个先行下去 我电后 因为我与马思瑶还得干最后一件事 待他们二人安全落地后 我与马思瑶便将事先准备好的几大瓶酒 给拿了出来 这些酒不是喝的酒 而是跌打酒 因为马思瑶练功经常会弄伤 因此开始时就带了几大瓶过来 这次恰好派上用场 我们事先将一些布料塞在瓶口 接着用打火机一点 随即冲上去朝着蜘蛛腰 他们就是一扔 轰的一声 一条火龙顿时将他们包围了 啊 随之 只听那保安与散鬼是发出一声惨叫 就连那只蜘蛛腰也是烫得到处乱窜 没错 大多数鬼怪都是怕火的 他们也不例外 快跑 我与马思瑶是迅速爬了下去 可是爬了下去一楼不代表 我们已经出了宿舍楼范围 因为前方还一道铁闸 这时已是11点29分 我们四人是拼命地往前冲 而此时的铁闸也开始自行慢慢关上 我 姐妹们 快 一定要成功冲出去 马思瑶跑得快 他第一个冲了出去 第二个是罗慧慧 第三个是我 可就在此时忽然喷了一声巨响 一团火球是从四楼的窗户直接跳了下来 我定睛一看 是那只蜘蛛妖 它虽然全身起火 但却依然未死 简直强悍地可怕 只见它用脚一踢 一块石头如子弹般飞来 一下子击中了王家家的脚 它瞬间倒地 与此同时 蜘蛛妖是向它直冲而来 家家 情势危急 我必须回去救它 我一个转身冲了回去 可没想到的是 蜘蛛妖的速度快得惊人 一眨眼已经追了过来 还向王家家扑了过去 我是深吸一口气 迅速转换成僵尸的形态 随即一跃而起 你给我退开 我朝着那只猪妖 打出一记猛拳 砰 可能是救人心切 这拳的力度比平时的 要大上好几倍 顿时 它那怪物是被打得 弹开十米以外 连续翻滚 苏妍 你其实不用回来救我 我不值得的 王家家说 我 废话 大家是姐妹 说好一起走出去 一个都不能少 苏妍 你们快点 我回头一看 原来马思瑶跟罗卉卉 此时正死死地 顶住那道铁闸 我扶起王家家 连忙向铁闸那边冲去 可正当我们快要 冲出铁闸之际 忽然两团火球 从宿舍楼入口那边 直冲过来 思瑶 惠惠 小心 下一秒 喷了一声 那两团火球 顿时把那铁闸一撞 马思瑶与罗卉卉 随之被撞地 跌回了铁闸的里面 下一秒 铁闸关上了 这时前方传来一阵笑声 哈哈哈哈 你们想离开这里 门都没有 就算我们灰飞烟灭 都要你们几个陪葬 哈哈哈哈 原来那两团火球 正是那个保安和散鬼 说完这句话后 他们是被火球烧成灰烬 可恶 我们四个被困在了里面 素颜 小心 罗卉卉话音刚落 我感到一阵进风从后而来 使蜘蛛腰向我们再次发动攻击 我迅速一个转身 拉着王家家躲开了这一击 但说时迟那时快 这时的蜘蛛腰大口一张 嘶嘶几声 一大团蜘蛛丝向我们喷来 糟糕 这招范围太广 单独我一个人绝对能避开 但如今身旁还有王家家 一时间是无法躲过 千军一发之际 我身后闪出数十点黄光 一下将前方的蜘蛛丝给挡走 回头一看 出手的正是马思瑶 姐妹们 今天咱们只能跟着怪物拼了 马思瑶双手快速结印 口中念叨 天公斥令 风神戒法 风龙急急如律令 咒语一出 突然一阵狂风骤起 席卷四方 接下来一幕 简直是让人叹为观止 那阵狂风形成了一条龙的形状 张牙舞爪 气势逼人 这还未完 马思瑶把身上剩余的幸运星 往上空一抛 滑的一声 幸运星的金光 骤然将那条风龙给笼罩着 顿时是金光闪闪 风龙听令 猪邪 马思瑶一声令下 风龙那蜘蛛腰飞去 轰的一声巨响 风龙与蜘蛛要直接断上 这时马思瑶喊道 卉卉 你弄好了没 风龙抵挡不了多久 我一看 身后的罗卉卉 早已将他的扑克牌 和塔罗牌裸裂好 原来他们二人早有默契 只见罗卉卉口中 快速念起咒语 双手不停地摆动 而地上的所有牌 开始闪出紫色光芒 但就在此时 王家家突然喊道 不好了 那蜘蛛腰要分裂 我们一看 当场一惊 但见那蜘蛛腰的背上 竟然爬出八只体型 比他小的蜘蛛 它们正向我们直奔而来 娃娃兵 上 这边罗卉卉一声令下 绑在他身上的四个不娃娃 竟然跳了出来 就像战士一样 直向蜘蛛冲过去 别看它们是不娃娃 在罗卉卉魔法的加持下 战斗力可强了 它们各自挥舞着手中无形的刀剑 向蜘蛛们猛然砍去 但此时 还有另外四只蜘蛛 正向我们冲来 素颜 卉卉现在马上要开启封印大阵 不能分心 马思摇道 行 交给我 我仰天一吼 把阔别已久的僵尸牙露了出来 随即向蜘蛛们直冲过去 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了 如今终于能放开怀抱大干一场 虽然我不懂什么招式 但论论力量和速度 我们僵尸一族 在整个妖魔界可是不可小觑的 我抡起拳头 就像打渣男一样 对着那些小蜘蛛的头部腹部 就是一阵乱打 劈劈啪啪 分裂出来的跟本体就是差别很大 挤拳下来 前面三只蜘蛛就给我当场打趴下 剩下的只见势头不对 竟然想逃走 我哪能轻易放过他 我一跃而起 一下跳到了他背上 接着我使出蛮力 直接将他的头给掰下来 同时 另外的四只小蜘蛛 也被布娃娃给KO了 以为局势扭转之际 前方突然喷了一声巨响 马思瑶召唤的风龙 是被蜘蛛腰给打散了 糟了 惠惠 你好了没 马思瑶问 罗惠惠 还差一点 可话音刚落 那只蜘蛛腰就向我们跳了过来 马思瑶 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狡猾 趁我们不备之际 他竟然出手偷袭王嘉嘉 嘉嘉小心 嘉嘉只是普通人 他哪里顶得住这蜘蛛腰的攻击 事态紧急 为了救嘉嘉 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飞身一扑 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他的前面 只听咔嚓一声 蜘蛛腰两只锋利的脚刺穿了我腹部 王嘉嘉 素颜 惠惠 把嘉嘉带走 我大喊道 随即 远处的罗惠惠右手一挥 那四名布娃娃迅速跳了过来 将王嘉嘉拉到了他的身边 可正当我打算要发力 将蜘蛛腰的脚给拔出来时 再次咔嚓几声 他用四只脚刺穿了我的四只 虽然我毫无痛感 但此刻的我动弹不得 素颜 小心 王嘉嘉大喊一声 我抬头一看 这时的蜘蛛腰是张开了血盆大口 糟糕 他想把我直接给吞掉 生死之际 马思瑶把他带着的那块水龙牌 要往上一抛 快速念咒 天弓斥令 诸神戒法 水龙急急如律令 刹那间 一条银色的水龙骤然飞出 只见他的躯体 是跟刚才那条蜂龙差不多 我记得马思瑶讲过 水龙要发挥他强大的力量 前提条件是必须有水 可如今周围根本没有水 连雨都没一滴 果然 水龙并不是蜘蛛腰的对手 他被对方压着打 天弓 求你了 给我下雨吧 马思瑶在空中写着符咒 他在求雨 这是最后的希望了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下可真灵了 一阵阴风吹过 这时 在宿舍楼群的上空 是莫名的出现了一大团乌云 随着轰隆的一声巨响 天下起了倾盆大雨 正当我为马思瑶的法术 感到不可思议时 此刻 一个全身散发出绿色光芒的人 在大雨中举起双手 他正是王家家 家家 你 身为僵尸的 我当然感知到 他身上发散出来的是阴气 而且是非常强大的阴气 王家家双手一挥 只见雨中出现一只巨大的手 顿时将我从蜘蛛腰手中救了出来 另一头 正如马思瑶所说 有了水的帮助 此时水龙的躯体瞬间变得庞大 甚至比蜘蛛腰要大数十倍 成了一条巨龙 思瑶 快动手 王家家大喊道 马思瑶双手再次结印 临兵斗者接阵列前行 水龙真君 诸邪 一声令下 水龙咆哮呼啸 地动山摇 紧接着 他腾空而起 五动双爪往下一抓 就像老鹰猪小鸡一样 以下将蜘蛛腰凌空抓起 思瑶 扔过来 快 此时 罗慧慧那边紫光闪动 他的魔法封印大阵 终于开启成功 水龙双爪一放 一招神龙摆尾 将蜘蛛腰给扫了过去 同一时间 罗慧慧往地下一按 大喝一声 塔罗封印大法 起 煞时 有数不清的树藤 迅速从那阵法中飞出 如千丝万缕一般 将那蜘蛛腰拉进了阵法当中 终于 随着紫光的熄灭 蜘蛛腰被永远封印了起来 十七 王佳佳 你究竟是什么来路 随着马思瑶的质问 我看到这时的王佳佳的模样 发生了转变 她并不是我认识的王佳佳 而是一个拥有两副 不同脸孔的女怨灵 事到如今 我也不想隐瞒你们 没错 我们不是王佳佳 我叫李如玉 我叫李如雪 她左右的脸孔 竟然同时说话 你们是 我问 我们是双胞胎 他们两人同时说道 看着她身上散发着绿光 我是恍然大悟 难道 难道我刚来到宿舍时 遇到的那个灵体就是你们 他们微微点头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们俩到底是什么人 马思瑶问 李如雪 其实我们是这个空间的怨灵 早在十八年前 已经死了在这里 你们是怎么死 罗卉卉问 李如玉一听就瞪大双眼 我们是被那三个臭女人给害死的 三个臭女人 你指的是 我问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李如雪开始讲述当年往事 原来早在十八年前 这里也是一所大学 李如玉 李如雪的遭遇跟我们一样 一进来没多久 就遇到了那些奇怪的规则 宿舍的另外三名女生 为了能活下去 竟然在一次随机大冒险中 出卖了他们姐妹俩 最终 他们姐妹俩不但惨死 灵魂还永远被禁锢在这所学校里面 因寒冤而死 他们俩的怨气极大 久而久之变成了地夫怨灵 其实在他们之前 那蜥蜴保安 雨伞女鬼 黑衣男子 还有那只蜘蛛妖等 早已存在这里很多年 这些怪异的空间和规则 就是他们合力制造出来的 为了发泄心中的那股怨气 李氏姐妹也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利用规则去杀害新来的人 让他们永远留在这一空间里面 可是 既然你们存心要杀死所有的人 那为何还要在那些规则里头 安插一下提示和帮助的信息 我问 李如玉看了看李如雪 这时李如雪说道 是我干的 虽然我们姐妹惨死在此 但说实话 我内心深处其实并不想害人 我很想逃离这里 甚至毁灭这个空间 只可惜 单凭我们姐妹俩的实力 根本办不到 所以我才制定一些 有提示和帮助性的规则 希望有朝一日 能有人找到规则的漏洞 进而打破这个空间 李如玉 其实之前我是不认同妹妹的做法 我甚至想你们快点死 我 所以在宿舍楼和教学楼闯关期间 你屡次制造危机 想除掉我们 我说的没错吧 李如玉微微点头 可后来为何又 我问 李如雪 因为你们对姐妹不离不弃 甚至舍身相救的情谊 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所以最终我们决定相信你们 李如玉 对于之前给你们造成的麻烦 在此我诚恳地向你们致歉 既然你们不是真正的王家家 那他人呢 我问 李如雪一笑 你不用担心 在你们进来这间宿舍之前 我们早就看到了你们四个人的资料 为了让你们入局 我们只是利用了王家家的资料 画成了他模样而已 真正的王家家 根本没进入到这个空间来 听到这话 我就放心了 李如玉 好了 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去那钟楼吧 只要敲响了一个大钟 这个空间就会粉碎 而你们就能回到了真正的现实世界 罗惠惠 可是这铁闸已经关了 我们强行出去不会违反规则吗 李如雪一笑 连实力最强的蜘蛛妖都被你们封印了 难道你们还怕其他的小喽啰吗 说的也是 哈哈 罗惠惠笑道 马思瑶 好了 姐妹们 咱们走吧 上我的水龙 我带你们飞 好 话音刚落 罗惠惠与马思瑶爬爬到了水龙的背上 这时我想了想 转身向李氏姐妹伸出了手 走吧 什么 我们 他们有些惊讶 我嘴角一扬 虽然咱们认识时间不长 但也算是经历生死的姐妹 我说过 姐妹们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一起走吧 你们真的把我们当姐妹吗 他们问 我回头看了看马思瑶和罗惠惠 我们三人不约而同的点头道 当然 听此 他们哭了 泪如雨下 也正因如此 他们身上那股绿色的怨气也随之消失 也只有爱的能量才能化解怨气 好 姐妹们 出发 水龙一声呼啸 腾空而起 终于 我们来到了钟楼 在敲响童钟之前 我们还用手机自拍了几张照片 这是我们4444号宿舍全体成员的合照 最后 随着钟声的响起 四周的空间开始出现裂痕 一道狂风从天气席卷而来 将我们几人从上空中卷走 18 白光亮起 白光熄灭 一阵凉风徐来 我睁开双眼 我发现 我正躺在宿舍的床上 周围一片寂静 我是做梦吗 我自言自语道 才不是 不信 你看看这个 罗惠惠把手机打开 只见里头有一张照片 里面有五个人 分别是我 马思瑶 罗惠惠 还有李如玉和李如雪良姐妹 我们五个都笑得很开心 他们人呢 去投胎了吗 我问 马思瑶摇了摇头 他们说不想去投胎 那他们去哪了 我连忙问道 这时罗惠惠抽中了两张新的塔罗牌 说 他们说要报答我们 所以决定成为我们的守护灵 我一看 果然 在那两张牌里面 我看到了他们姐妹俩的模样 此时 他们笑了 我们也笑